第七条第二项 知任命同意权 由国民大会 移至立法院行使 立法院以民服其实 成为民主国家的国会 有鉴于 立法院职权扩张 与因应国人 对国会改革之期许 所以立法院 应该积极地进行各项 职权行使之法制化 以其立法职权之行使 能在 完整的法律规范中 发挥健全的运作功能 跟它的成效 依据宪法及宪法征修条文 相关的规定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的司法机关 大法官之权限为解释宪法 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 与审理政党违宪解散事项 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 考试委员 掌理考试任用权序考机 疾奉 申签保障 褒奖 抚恤 退休 养老等政策之决定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行使弹劾 纠举 审计之权 由此可知 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正副院长 以及大法官考试委员与监察委员 人位高权重 除了应符合法定资格外 更需以高道德标准检验是否试任 民国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立法院首次行使考试院政副院长考试委员及补提名大法官监察委员等同一权的时候有关被提名人资资格品德操守等情势履受质疑 为爱意立法院非提名机关仅可借由对被提名人详实审查 方有助于同意权之正确行使 因此为强化同意权行使之审查与询问功能 应赋予提名机关 应提供详尽资料供立法院参考之义务 例如财产 税务 及刑案记录等 相关资料 以法律明文规定之 审查与询问的目的在于对被提名人之资格是否适任进行了解 因此为同意权行使之核心所在 如被提名人所为之陈述或提供之资料 由隐匿为不实之情事时 犹如刑法上之伪证 不仅有限同意权之行使于错误之错误的结果 亦行同对国会之藐视 为严格行使同意权与维护国会应有之尊严 立法院对此情形应不予进行审查 方符合比例的比例原则 若同意权行使后 使发现前述之情事 经立法院调查处实 是情形得知请总统 不予任命或予以免职 这是有关于自权行使法第30条跟31条的说明 那另外针对这个自权行使法第24条 第42条 明定这个弹劾案之提出 必须以总统副总统犯内乱或外犯罪为要件 但立法依据错误 显然以现行宪法征修条文规定了相抵触 而且国民大会已经废除 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 改由司法院大法官省理之 但是呢我们立法院之前行使法并没有随之来做修正 所以原提跟本席跟江英雄刘胜良等31人 原提案修正立法院之前行使法相关的条文 他的说明如下 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 86年7月18日修正全文 关于总统副总统弹劾之规定 为第四条第五项 立法院对于总统副总统犯内乱或外犯罪之弹劾案 需经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 向国民大会提出 不适用宪法第九十条 第一百条 及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一项有关规定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再次修宪 对于弹劾总统副总统之规定 为第四条第七项 立法院对于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 需经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 向国民大会提出 不适用宪法第九十条 第一百条及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一项有关规定 换言之 目前对总统副总统之弹劾 不以犯内乱或外犯罪为宪 并配合国民大会任务之宗旨 更于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修宪 将弹劾案改由司法院大法官来审理 但是民国八十八年 元月二十五日公布之立法院职权行司法 对于弹劾案之规定 人员用八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修正之宪法征修条文 于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再次修宪后 立法院职权行司法 并未随之配合修正 形成本法第四十二条之立法依据错误 以致对于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 依旧现于犯内乱或外犯罪 嫌疑现行宪法征修条文相抵触 所以我基于法随时短 我们尤其是立法院是一个立法机关 或是审查机关 我们更应该作为表率 自己本身的这个职权行司法 也应该法随时短 就予以静速的予以修正 以正视听 而且也符合宪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以上说明谢谢 也请各位委员多加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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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